这个女人不仅长得漂亮 还非常独立能干 可以说是一位完美的都市职场女强人 这一天聂心诚接到电话 要去接合作坊老板 一秒还是的小可爱的她 这一身小香风 恨天高 鸟变职场女精英 严谨致是一个严重强迫症大族 两杯水要一样多 空调要开双树 糖果要吃两颗 这样的奇葩 偏偏初次见面的聂心诚 对她俩如指掌 你怎么知道我有提起她 我有一个朋友 坐完飞机也是一样的 严谨致见眼前这个女人 对自己如此了解 感到非常惊讶 但叱咤商场风云多年的她 还是沉住了起 一句话也没有说 接风宴上 很多商界大佬来为严总接风 但她却丝毫不给大家面子 拒绝了所有人的敬酒 顿时整个饭桌上的气氛非常尴尬 幸好聂心诚及时感觉 医生说饭后一粒 一月三次 吃药期间 祭酒 见聂心诚如此细心干练周到 男人萌生了挖墙脚的面堂 我不会为了 两倍 严总 三倍 年终奖奖金 房屋车辆都有公司提供 面对如此丰厚的薪酬待遇 严总霸气地丢下一句 给她24小时考虑 聂心诚急忙追了出去 干脆利落地再次拒绝了严总 我相信 一定会改变主意 这个男人突然从睡梦中惊醒 原来四年前的一次见些性失忆 导致他忘记了前女友 今晚梦里的女孩到底是谁 组织医师电话里问他是否接触了什么人 导致大脑受到强烈刺激 男人想到白天远达集团的女秘书聂心诚 我想收购远达 远达 咱没这计划呀 两个亿 公司的员工 一个都不能收 为了一个秘书 霸道总裁居然以两个亿的巨资 收购了聂心诚所在的公司 真是把霸道总裁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第一天上班的聂心诚 却受到非人的待遇 你负责我的起居饮食 什么 这种不可理喻的人 我想辞职 第二天 聂心诚一早就去了严总家里 亲手为严总做了一份早餐 点燃严谨之特别满足 得意的笑容 对于这种不可理喻的老板 聂心诚主动提交了离职申请 这一天 办公室里宣布了一则爆炸性新闻 那就是严总要结婚了 此时的聂秘书神情明显和其他人不一样 聂心诚直接闯进严总裁的办公室要求辞职 没想到严谨之却说念秘书之所以细心周到 无非就是想勾引 严总你是有什么资料妄想症吗 希望你早发现早治疗 明天 总裁办团结 一个都能收 这么突然 聂心诚看到严总正想逃 偏偏被安排到和严总一组 玩起了你说我猜游戏 几轮比划下来 二人似乎简直是神搭档 说啊 星辰子会来老板 怕也都知道 他会 严谨之更是疑惑不解 到了酒店 想到聂心诚对自己如此了解 严谨之更想通过聂心诚知道自己失忆后 梦到的女孩到底是谁 于是他便跟着来到温泉池 聂心诚被吓了一跳 仔细一看 原来是霸总严谨之 我们之前是不是认识 聂心诚本想直接否认 但突然看到他脖子上戴的戒指 忽然不知该说什么 霸总看到聂心诚此时的反应 更加确定他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可是霸总还是不肯相信 扯下戒指要强行往聂心诚手上戴 就在这时赵远方突然赶来 严谨之紧紧攥着戒指 心里感觉十分失落 回到公司之后 他再次找到聂心诚 想证明聂心诚就是他一直要找的那个人 于是拿出戒指就往聂心诚手上戴 没想到大小刚刚合适 聂心诚为了让他不再纠缠自己 只好找借口说道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是 他在哪 这儿呢 严总 心诚是我的女 这天 聂心诚因感冒请假没来上班 他总很是担心 于是去了聂心诚家找他 这时的聂心诚正在洗澡 听到有人敲门 原来是送快递的 聂心诚顾不了那么多 一摸却是个男人的脚 严谨至近屋 看见聂心诚家里乱七八糟的 心里的强迫症一刻也无法停息 让聂心诚给自己一双手套 然后就帮聂心诚开始打扫卫生 等聂心诚睡醒以后 看到干净整洁的屋子很是感动 但同时让他崩溃的是 怎么也找不到自己的东西 没有话中的他气冲冲到办公室 麻烦严总以后不要再不请自来 我男朋友会介意 严谨至却得意地说道 可是在你家 我看不到任何异性存在过的痕迹 所以 以后不要再用这种假男朋友的话来敷衍 爱上了自己的女秘书 刚开启追求就被拒 不甘心的他只好找朋友求助 朋友大方拿出一本追女孩子密集给他 让他按照上面的方法去做 严谨至看了一眼后 不懈嘲笑 但他临走时还是顺手带走了那本书 第二天 严谨至就迫不及待按照密集上说的 准备了一个超大的惊喜 送到了星辰办公室 大家都好奇地质问星辰 追他的这个男朋友是谁 大家认识不认识 正当聂星辰满脸疑惑 又不知该如何回答时 赵远方及时出现 替他解了围 聂星辰生气地把赵远方拉到天台 质问他 莫名其妙搞这么大阵仗干什么 而赵远方却告诉聂星辰礼物 其实不是他送的 这时 两人不约而同地猜测到 肯定是严谨至干的 赵远方立刻拿着花找到严谨至 我女方的礼物我自己会送 据我所知 这五年你的绯闻女友不下十个 聂秘书这么聪明 应该不会趟你这滩浑水 虽然严谨至在赵远方面前 表现得非常自信 但他想到被星辰拒绝的花 心里还是很受打击 这次霸总通过聂星辰朋友圈动态 换一种方式展开猛烈的追求 先是制造巧合 河边一起观看无人机爱心表演 不过看得出来星辰很满意 接下来借口自己没吃晚餐 供过晚餐 可就在星辰拿到菜单时很是无语 偏偏喜欢你 我要和你在一起 死鬼 这也太会撩了 原来霸总故意提前让餐厅赶了菜单 听到那些暧昧的话从星辰口中说出 严谨至相当满足 就在他充满成就感时 聂星辰却告诉他 其实并不喜欢这样的氛围 严谨至只好借口走开 赶紧撤走了接下来的节目 饭后 严谨至送聂星辰到家楼下 便趁机问他怎样才答应做自己的女朋友 星辰却说摘一颗真的星星送给他 星辰表面没给霸总一丝希望 但回到家的他 翻开自己的朋友圈 只要他最近提到的事 严谨至都一一帮他实现了 拿着严谨至送的娃娃 聂星辰此时感觉到了恋爱的味道 心里荡起一丝小甜蜜 这里有一百万 拿去还给债主 别让他再来找我女朋友家的妈 女朋友是谁啊 聂星辰 原来就在昨晚大家玩得正高兴时 星辰手机响了 电话那头妈妈哭着说他爸爸可能要坐牢了 急需一百万还债 回到家 星辰将卡里准备买房的积蓄全部转给了妈妈 尽管可还差二十万 第二天 因为爸爸的事星辰上班一直没在状态 这被火眼睛睛的霸总一眼看穿 霸总想关心 星辰却借口走开了 就在星辰给律师打电话咨询父亲案件时 被霸总听到刚回到公司 男闺蜜直接给了他一张卡 雪中送炭谁不敢动 没想到赵远方来了一举 你要真想还 一时相许 星辰尴尬的不知怎么回答 忽然妈妈打来电话说爸爸没事了 星辰终于松了口气 第二天 星辰在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张照片和资料 再看到疲惫不堪的霸总 想到爸爸突然没事了 星辰问严谨知是不是他帮的忙 而霸总却问他该如何感谢 是不是愿意做他女朋友 没想到星辰却回答 再次被星辰拒绝的霸总不甘心 这次来到酒吧找情敌赵远方求助 我要知道星辰的初恋 赵远方差点笑喷 赵远方才不会说星辰前男友就是严谨知他自己 于是故意卖关子 人批配下来半斤八两 借着酒敬 二人打赌 都打电话让星辰来接 麻烦你来接我一下 你把地址发我 我让司机过去 星辰 我喝多了 快过来接我 你地址发我吧 老弟子 当星辰赶到酒吧 看到严谨知也在 严谨知看到星辰便问 为什么不来接我 很晚了 司机姐你更安全 话音刚落严谨知睡了过去 星辰心想遇到这两个男人真是倒霉 星辰来到同学聚会 严谨知也偷偷跟了去 正当大家挖苦星辰时 严谨知挺身而出 表示自己就是喜欢星辰 不然现场气氛十分尴尬 这时旁边一个同学举杯敬严谨知 这么多年难得你不忘初心 不忘初心 你认错人了 严谨知追问为什么他的同学会认识他 星辰没办法只好骗他说跟自己初恋成像 爱好习惯也一样 原来星辰一直把自己当成个替代品 严谨知特别生气开车走了 突然他回想上次在餐厅时老板说道 先生 您是不是来过我们店 没有 严谨知再次来到那家餐厅 询问老板五年前他试异前是否去过他的店 老板说去过他店里的情侣 基本都会拍照留念 发现少了一张照片 严谨知让老板帮个忙查看了监控 原来是飞闻女友真念拿走了照片 真念为什么要拿走照片呢 照片上的人又是谁呢 严谨知来到真念家 这时的真念说他来得正好 他买了两张机票 准备带严谨知出国 原来上次在餐厅 真念发现照片上是严谨知与他的前女友 就将照片撕毁扔进了垃圾桶 此时真念的心虚自是逃不过严谨知的眼 严谨知很快看到垃圾桶里撕碎的照片 知意的男人气冲冲拿着照片找到孽星 照片日期跟严谨知失忆是同一天 照片上的那枚戒指和他手上的也一模一样 聂星辰面对严谨知的质问 却只是轻描淡写承认曾经是在一起过 但是当年他并没有接受严谨知的求婚 既然已经分手就不必再纠缠 一切已没有意义 听到聂星辰对于二人的感情如此无所谓 严谨知失望透顶 久经中毒进了医院 星辰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其实星辰一直珍藏着二人曾经的一切 他也十分爱严谨知 原来五年前 当回国的严谨知在咖啡厅遇到了星辰 就一见钟情 主动问星辰要了微信 二人很快坠入爱河 想到被严谨知父亲知道了 因为严谨知家庭过于忧郁 严谱便找到星辰 我希望你离开景辞 这一天严谨知准备向星辰求婚 父亲却不停来电 趁严谨知买冰淇淋走开的时候 星辰接起了电话 还把地址发给了严谱 以为一切可以顺利进行 却不知还没等到星辰答应 严谨知就晕了过去 星辰焦急地徘徊在手术室门口 这时严谨知手机响了 原来严谨知父亲为了阻止儿子 向聂星辰求婚 路上出了车祸 这边医生告诉他严谨知失忆了 星辰不知如何面对 才选择了逃避 天 严谨知看到电脑上的扫雷很惊讶 因为他不开心的时候喜欢玩扫雷 原来是星辰离职前 留了一打注意事项 晚上 严谨知正翻阅着星辰对自己的聊天 突然朋友发了一张星辰在医院偷偷亲吻他的照片 朋友告诉他星辰不仅去过医院 还陪了他一晚上 严谨知似乎明白了什么 于是再次找到餐厅老板搞清 五年前求婚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对那天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因为你的女朋友 还没来得及答应你的求婚呢 你就晕倒了 自从在餐厅老板那得知五年前求婚真相 爸总更加坚定地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他找到星辰 希望星辰能帮他找回失去的回忆 却惨遭拒绝 星辰跑了好几家公司去面试 屡次失败 人已经面试过了 严谨知 原来都是爸总严谨知在搞鬼 星辰没办法只好找到严谨知 严谨知的条件是必须帮他找回五年前的记忆 否则即便是赵远方推荐的工作 他照样给脚黄 星辰无奈只好答应 于是第二天就带着爸总挤公交车 先是带他来到曾经一起去过的手工店 严谨知很认真地DI了一对拼图 示意一人保管一个 接着星辰带他来到曾经经常来的江边探夜景 二人很默契地翩翩起舞 看得出严谨知很是满意 觉得我做你女婿 这个岳父第一次见准女婿 为了考验身价上亿的总裁严谨知 先是故意带他去拔棺 看到严谨知痛到面目争鸣 星达一脸坏笑 紧接着带严谨知吃路边摊 堂堂伯爵集团的总裁吃路边摊 有洁癖的他当岳父的面将椅子擦了个几百遍 不好意思啊叔叔 我有点洁癖 紧接着透露自己有双数强迫症 岳父哪能惯着他 想要当我女婿第一关 喝酒 不胜酒力的爸总正想推脱 要是这个小赵在就好了 要知道这个小赵可深得二老三行 岳父知道这招机将法管用 一来二去二人敬与兄弟相称 不奈星辰只能将严谨知送回了家 大哥 慢走 我被粘住了 你别说 你走直线了 我想你了 严谨知回想到自己昨晚各种丑派感触 甚是尴尬 严谨知带着一大堆特产和醒酒汤 两位老人相当满意 自从爸总浪漫星空表白星辰成功后 就恨不得天天黏着星辰 于是各种撒娇 要求星辰重新回去做他的手机秘书 自己的公司 在自己的办公室和自己的女朋友亲 谁管 星辰不想成为同事茶余饭后的话题 爸总却因此耍起了小脾气 于是星辰想送杯咖啡以示道歉 当爸总拿起咖啡那可 朋友一眼就看见杯顶下面的大红唇 爸总尴尬地赶紧遮了上去 嗯 确实不错嘛 追求星辰五年的情敌赵远方 得知星辰终于和初恋严谨志从归于好 不甘心的送上祝福 还趁机要了一个安慰的抱抱 恰巧这一幕被办公室同事看到 他可是有名的大喇叭 没想到他们所说的都被爸总拼见了 回家的路上 严谨志还在因办公室流言蜚语吃醋生气 我和赵远方都是朋友嘛 朋友之间拥抱一下 也可以理解 你怕 其他人可以 救他不行 你相信吗 就在刚刚这个男人还在和女友滚床单 一觉醒来就示意把女友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小姐 请你自助 不会 又失忆了吧 放手 而这也不是他第一次示意 第一次示意是发生在向女友求婚的时候 第二次就发生在昨晚和女友滚完床单后 这一天 首席秘书星辰接到电话 旅游施工区发生了火灾 当总裁严谨志赶到 看到满身是血的伤员 突然脑袋一阵剧痛 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在浴缸割腕的女人 而这时危险正在向她靠近 多亏星辰一把推开了她 而星辰却被砸晕了过去 男人急忙将女人送到医院 看着病床上受伤的星辰 可能是刚才在工地受到的刺激 男人脑海里居然想起了和星辰恋爱时的种种 原本以为自己恢复了记忆可以让星辰高兴 却不知星辰醒来说不认识她 你是谁啊 不会吧 一言不合就失忆嘛 严谨志找来医生 医生告诉她 女人只是轻微脑震荡引起的暂时记忆障碍 睡醒就会好 而男人失忆的原因是情之受损 爱情就是他精神上的刺激 只要陶醉在一段爱情中就会受刺激而失忆 星辰终于出院了 而爸总却故意躲着不见 星辰拨打电话对方还关机 快看 堂堂伯爵千亿总裁居然乘坐三轮车 他这是在体验生活吗 不是 他这是要去拜访岳父岳母 眼看就要到家门 却发现之前准备的礼物被小杨吃了 于是在车夫指导下 爸总费酒牛二虎之力终于到了岳父岳母家 叔叔好 你是 一袋小礼物 不成敬意 这操作让众人大吃一惊 晚上严谨志来到星辰房间 对他失忆前的冷暴力行为向星辰道歉 现在他已经想起五年前的事 恳求星辰能重回到自己身边 星辰架不住严谨志的软模硬口 这晚星辰正参加同事聚餐 见星辰旁边的小鲜肉 爸总打翻了醋盘子 于是直接在朋友圈发二人大投贴 宣示自己男友的主角 牵一爸总拿出十颗拉算 借向女友星辰求婚 求婚成功当晚 二人激情地从客厅滚到了床上 而就在干柴烈火烧的阵望时 等一下 我想起来我还有个视频会议没开 我想早点休息 爸总突然停止 说完独自跑到客厅喝水压压紧 这边女人怎么也想不明白 男人为何停止和自己亲热 难道不行吗 这天 星辰带着疑惑偷看了爸总的日记 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好 这该死的失忆症 原来爸总不和他亲热 是担心激情过后会像以前那样 诱发失忆症 怕自己再次忘记星辰 所以才故意克制躲着 得知原因后 星辰决定主动出击 我已经看过你的日记了 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你还有这些我吗 听到星辰这样说 爸总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 于是抱着星辰回了卧室 二人尽情释放欲望 第二天早上 你是谁啊 这是你的日记本 你的字记你总记得吧 这是我们俩的合照 还有这个 是你送我的全婚戒指 结婚之前不许摘下 严谨致 不懈努力下 终于星辰怀上了小猴子 此时的爸总激动地向着孩子 不要当爸爸了 安排最好的地方 找最好的衣衫 出门后发现身为主角的妻子还落在家 男人慌乱地似乎孩子明天就要出生了 要准备什么 奶瓶要不吃 我有双手强迫症 万一是双胞胎怎么办 男人将老婆送回卧室后 居然独自研究起了 第一次当奶爸 还时不时乐得不行 为了准确无误 第二天一早 男人带女人来了医院 医生告诉男人 妻子已怀孕六周了 一切正常病 主妇回家多休息 男人听从医生的话正准备送妻子回家休息 而女人却执意要去公司上班 女人来到公司 孙秘书赶紧躲得远远的 星辰觉得奇怪 王主任走过来告诉他孙秘书感冒了 还顺手抢过原本要星辰送给爸总的文件 一不小心将文件掉在地上 办公室众人紧张地连忙去帮忙 就连倒杯茶这种小事 同秘书都赶紧闲去帮忙 还叮嘱他要小心 星辰觉得很奇怪 直接找到爸总老公 你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大家了 是 星辰为爸总老公不遵守保密感到生气 严谨志却宠溺地说是希望老婆能做好保护措施 星辰怀孕的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公司 爸总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 闪闪 你是说一闪一闪亮晶晶的闪闪吗 一年后 儿子闪闪顺利出生 星辰还继续自己的失业 反倒叱咤风云的爸总严谨志请了一年产假 变成了超级奶爸沉迷带晚 请知 你说 我们会这样一直幸福下去 对啊 没有原来感谢